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字的书写方法 你们大家都应该知道汉字它有很多的一些笔画 那么这么多的笔画书写的有一定的规则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规则 今天大概讲七个规则 第一个是先撇后那 你们看到屏幕上我写的人字 人写的时候是从左边到右边 对还有八字 左撇右那 还有一个就是入字 左撇右那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先横后竖 就是说先写横的再写竖的 池字 你看还有王字 一二三四这样子 干字 第三个就是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一二三 其实跟先横后竖也有一定的关系 都交叉在一起了 第四个是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明 先写左边的日 再写右边的月 湖水的湖 三点水 中间的谷字 再到右边的月字 第五个是先外后里 先外的话 像这种有门框的这种的话 就从外面先写起 你们看这个问字 问题的问的话 我们先写这个门 然后再写里面的口字 同等 同等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从先外后里再封口 这个就笔画比较多了 像中国的国字 先外后里再封口 封口就是指下面的这个地方 封住这个下面的口 圆字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门的 最后一个就是先中间后两边 中间小字 再按照从左到右的规则来写这个水字 所以大概我们今天就讲了汉字书写方法的七个规则 另外呢 还有一些补充规则 之后的话 我们下一期课再来学习一下